Hello 大家好 天啊 我好像都沒有錄錄 猜猜我現在在哪裡 我現在在LA 現在過了三年 我終於回來了 這次回來了以後呢 就是每天都在享受生活 錄的Vlog真的是非常的少 都是一些碎片 而且我真的是回來以後 每天都在吃 吃 吃 都是一些很想念的餐廳 其中呢 包括這個雞肉麵 I think this is definitely one of my favorite restaurants in LA 就說不出它哪裡特別好吃 但是我每次回來 第一件事就是吃的家 還有這個二人的餐廳 吃飯的牛舌飯 終於吃到啦 接著呢 就是 Coachella的幾天啦 第一天到Airbnb大家就先一起化妝 然後到會場的時候已經是非常晚了 天已經黑了 而且第一天真的超級超級冷 不過好在大家都很興奮 然後居然只有我一個人想吃晚餐 聽了好多DJ以後晚上回Airbnb大家還是要繼續嗨 今晚我覺得最好聽的那是Match Booming 然後Day 2 我們就早早的起來精神滿滿的進場地啦 第二天我覺得是最好玩的 因為時間是最久的嘛 我們下午進的場然後就可以聽聽音樂啊拍拍照 就一整天下來會比較chill 整體的節奏比較健康一點 晚上還有大家特別喜歡的Blackpink Day 3呢大家都是拖著疲憊的身體繼續 我居然找到了我掉的護照 太開心了 然後Day 3我覺得也是非常chill的一天 因為真的玩不太多了 就是坐著草地上叮叮音樂也很舒服 主要還是感覺整體氛圍非常好 Cosella太好玩啦 這次很開心圓滿的結束 大家好 今天呢是周三 距離我來美國呢已經是過了十幾天了吧 我呢是剛從Cosella回來休息了兩天 然後今天呢感覺還蠻精神的 其實前兩天就還可以了 因為這次Cosella我覺得沒有說太累太累 但是也是很久沒有去音樂節了 這次呢是我第一次去Cosella 整體感覺還蠻好的 稍微冷了一點 晚上真的非常非常冷 特別是風大的時候 不過有一個非常方便的就是一個錫紙 那個錫紙是我覺得一個非常神奇的發明 我朋友跟我說這次要帶嘛 我們就帶了 然後就發現真的是晚上把那個錫紙一包 完全就不冷了 超級神奇 在這邊一定要推薦給大家 我們好久沒有回來San Diego 我們三個以前都是San Diego的高中同學 離開了高中後就沒有再回來過 所以就順便回家然後來看看San Diego的風景 我們現在到這個San Diego Museum 但今天天氣不好 超級多雲 一看全部都是白色的 為什麼沒有太陽 來看看這個Museum是什麼樣子的 Can we go in 外面是一個小小的小花園 有一些休息的地方 哇哦這裡如果天氣好的話很好看 不過陰天拍照竟然也還挺好看的 就是一樣用閃光燈 那San Diego幾天呢每天都是在吃我媽做的家常菜 真的都好好吃了好久沒吃了 這個年糕就是一個鹹菜冬筍年糕 我真的太喜歡吃了 我真的太喜歡吃了 然後就是每天都會去海邊逛一逛 但是每一天都是陰天 真的沒有一天是有太陽的 不知道為什麼海邊和我們住的地方 天氣差別還是挺大的 所以我們就只能走走路也不能下海 不過我跟我媽真的是三年沒見了 這次很開心 母女相見 接著過兩天我爸就回來了 跟我朋友自拍 然後我們去吃我最喜歡的肉 今天是要拍這個東西 看看你怎麼幫我住 這是我技術超級好 我每家餐廳到了我都要折一個這個 Hello今天剛回到LA 然後今天化了個美美的妝 準備去hiking 穿的是7days的新款 哈哈 這個新款超級好看 是一個健身服 我準備穿著這一身去hiking 很修身 有沒有 我這裡面都沒有穿胸墊 但是就會顯得胸型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屁股後面還有個小拉链 可以在裡面放東西 超級方便 這一身是不是超級好看 出發咯 好久沒有hiking啦 好開心哦 上次hiking的時候 應該還是我在San Diego的時候 其實我在LA那麼久 我也沒有爬過這個Hollywood 今天是第一次 這個trail還算是挺簡單的 天哪不成有刺雕的蛇 但爬的還是挺累的 滿身大汗 然後我們呢 是最終目的地 是Hollywood這個San的背面 可以看到整個LA 好漂亮 在LA的最後一段時間呢 我也做了很多事 在某個陰天我選擇了出海 吃著我最喜歡的烏冬麵 和朋友談談人生理想 我去了Karlsbad 看到難得一見的花海 然後最後在日落的時候 去山的Monica 做了我一直想坐的過山車 那LA對我來說呢 一直都像是一場 不想醒來的夢 我也是個愛做夢的人 希望下次再來的時候 這個夢還是可以這麼的美 掰掰